每天清晨六点开始打扫 来自印尼的蒂娜 在马来西亚当帮佣已经13年 除了是帮佣 蒂娜还有另一个身份 她也是侧级志工 三年前 蒂娜开始善用工作之余时间 到社区付出 热心助人的性格 跟小时候梦想有关 以前的梦想就是有种 她是进来那个机器 就是好像就是 你儿子就是可以找到了 因为在一起 有时候都可以付出 你要给帮助的人 就是Nurse干那个 就是一样的 是浪费的东西 然后不浪费 就是在那边 就是你要知道的 因为你去做汉堡 一定知道 那个东西是必要的 要做的 在马来西亚 帮佣被称作是嘎嘎 意思是姐姐 蒂娜笑说 自己自从当了慈级志工后 从嘎嘎变成师姐 带她认识慈级的是 自己的老板 所以我们就带她去做慈善 当她做慈善的时候 她觉得原来比别人 别人还比她更穷 她回来会跟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穷 这么辛苦 她一向来都以为 她是最穷的 她才发觉到原来 心穷才是最辛苦的 从主仆关系变成法亲家人 蒂娜来马生活不再孤单 连我的家人 她也把她当作是一家人 因为我姐姐这个说 感恩你啊 这样子来照顾我们 她就是亲口跟我说 因为你也是我的家人 这个是我听到 我自己很欣慰 说我的工人 可以把我的家人 当作自己的家人 来这样子照顾 在一厢讨生活而认识慈悸 蒂娜说将来回国 也要将这份爱带回印尼 鼓励身边亲友 加入大爱行列 我喜欢就是 到时候让朋友 他们也是一起来做慈悸 然后让家人 也是一起来做慈悸的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林静兰 罗庆怡 林延军 马来西亚报导